Hello, 大家好, 星期六, 4 月 15 毫滑跑 頭場是跑 1 點鐘 跑 10 場而已, 用施攔 看到天氣預測, 星期五是沒有雨下的 我還以為是星期日跑, 看一看 是星期六下雨, 所以我有一點傾向 當泥地去跑, 或黏地去跑 應該不會黏地的, 除非很大雨 先給大家看看頭場的五班千四米 頭場賽事, 五班千四米, 這場馬步速是正常的 但未必是很快 而頭場賽事, 我想最好用來看偏差 因為馬飛馳, 這隻馬是Dandyman的兒子 ISG馬, 下線馬Berathia, 通常濕地會很好 但來到香港之後, 跑五場都未得過, 減3分 初落五班跑, 會有一點點好處, 但近方初起未夠 二號馬, 喜愛善跑夠了 這隻馬, 今年未贏馬, 連香港都很近 今年都是神貨見到好, 追下去就差一點點 但下來了五班很兇, 很大隻的馬 1280磅, 這場馬背著133磅, 也不會吃虧 轉了馬房去, 所謂沿道, 有一點點改善 見到神貨, 但陣上都未見到很明顯的進步 我會拖一腳, 因為有班 三號馬, 元朗之星, 找他走投一個原因 始終濕地會沒問題, 馬飛仔, 下線馬, Thorn Park 貴內跑了兩次, 四班和五班都能夠上名 1400、1600也沒問題, 千六米那場就輸得遠一點 但其實1650是1400、1600馬, 不是1200馬 草地來地也沒問題, 下來了五班就很兇 就是這麼簡單, 手好位跑, 不要留到這麼厚 排了十當, 因為真的沒什麼快步速 希望他能夠跟前好位跑 四號馬, 九秒九, 用報紋 邦加伯, 給報紋的馬, 經常都搏 但這隻馬來到香港之後, 只在一場一千位跑得好 上場跟前了回來, 不多 我有一點點擔心, 如果下雨後, 怕他不夠氣 但是計能力, 五班應該是有能力去爭 五號馬, 競進無敵, 未跑過這個路程 Dark Angel 通常都是1400左右馬 再跑長一點就難 上季的新馬賽, 我都說很差 但今年初出那場, 可以捱到第二名回來 以為會是厲害, 結果原來不是 是對手太差了 他輸給古浪非凡, 最領先 起於一生的傳本未得, 中距離馬 跑千六米當然可以, 但上一場太厚 他有一點點追勢, 四龍採腳 六號馬, 這隻要力之城 不是潘頓跑, 潘頓上場 大熱門, 回來輸了 其實帶前仗的第三名追得厲害 是對手停的 坦白說, 他有追勢 但對手停, 他就追得特別厲害 增程會沒有問題 但預計他也是一隻偏熱門 Impending仔, 下線被reduced, 濕地, 泥地 長一點點距離應該沒有問題 三歲仔, 我想可能還要減少分 有一點像一隻赤馬鴻鋒 我覺得 七六馬真錦, 上場臨場都說 這隻馬是最佳WINPAY對象 就是一場馬, 抹一抹 之前那場馬, 留得太厚, 追不上 剛剛那場, 我就說 真的沒有馬跑 對手實在太差勁了, 逐著選他 萬步足萬時間回來 不算很厲害, 但也能跑得到頂馬 先勝勝勝 這組可以繼續爭位置 但這隻馬太飄忽了, 拖腳穩陣 包含BURGOND的仔, 外任性 來到香港跑八次未得過 丁冠同馬房經常說, 他的PPG 很多時候都不太好 看見他, 試閘, 輸給奇妙之春 回到來, 騎得緊要 我就覺得不太好, 時間也是偏慢 九號馬八彩 Ocean Park的仔, 衝距離應該可以的 下線是FuSaiji Pegasus, 即是零區 這些馬又跑衝距離可以的 但跑八次未得過, 減三分的馬 3月5日跑完之後 試了一副閘, 剛剛前天 回到來就放回贏 但那組馬的步足是慢 如勢不強的 九號馬, 闖高峰, 我常常說 1200號是1400 1400號應該可以的 應該可以的, 要排外檔 如果他能夠跟著 元朗之星, 這隻馬是有權 爭後四重採腳 因為他27分可以反彈 唯一擔心就是外檔 如果他能夠跟前一點跑 這隻馬有權爭QT 11號馬, 當家信心 就是Outreach 下線也是Reduce Choice 今年, 近而沒什麼威脅 上季一落五班 贏馬, 但今年在五班 近而沒什麼威脅 增程呢, 我覺得會比較適合 近方上, 他好像沒有上季那麼適合 選不到他 七歲老馬, 這隻 平山新星, 很明顯不是以前那隻 上季贏了1400米 其實我一直都覺得這隻馬跑1400米 好過1200米 但上季色贏馬, 贏了兩場 今年還沒得 上季21分贏馬, 25分贏馬 現在到23分 應該可以隨時反彈 但近方上, 我已經說了幾次了 明顯不是之前那麼健身 操練正常 我想難一點吧 13號馬, 紅紅圖巨星 是須在大外檔 計算馬, 我經常都說 1200米, 嚴短1650米 現在可能嚴長, 但濕地會幫到手 1400米, 留著來追 他一定會追一段仔 可以搶三三四四 但配腳分子 當壞 14號馬, 合金之星 這隻是Sebring的仔 香港現在只剩下Sebring仔 你看到他, 城都追得近 近而沒有特別的威脅 不過馬防癡, 有馬配合而來 這隻馬我會把第五選 後面馬方面, 非凡魅力 如果出到的話, 要拖四重彩 跑此斬嚴長, 但會扯快步速 這場馬, 元朗之星喜愛善 有些班底的馬, 沒得不選 真感人是四班未的馬 也沒得不選 這三隻馬, 可憎欠穩 然後再計算一下 輕榜馬, 紅塗巨星和合金之星 濕地會厲害的馬 闖高峰是輸的外檔 頭場賽事 我看八草會不會扯得快一點 如果扯得快一點, 可能會幫到一場賽事 要力之誠, 我也不敢惹死 因為跑了一檔 頭場賽事, 我建議 是很強烈地建議 拖一拖 拖一拖 輕手一點去看 好了, 第二場 四班千二米 這場馬的步速我猜會快 因為看到那些加州海哥 快很準 二話不說都在 又不是加州海哥 雖然跑十當 但始終是一隻三班馬 六班跑了三場 都是跑泥地 跟好位置也可以, 放頭也可以 都會跑到位置 用陳家希 總比中翼麗更好 雖然差兩磅 但這場馬, 如果被他放頭 或者守著二碟位置 他在四班上很兇 所以我覺得他排十當 我也會選擇他 二號馬 好運寶馬 馬當然沒問題 但十二檔難跑 剛剛輸了 跑完第四名之後 也是減了一分給他 那場馬 追不及 完全追不到 回到來 頂著羊羊大道跑的第四名 不算很特別 是當的問題 邊線四龍採腳 最多 三號馬龍之威 看到Fastened Rock的兒子 退出過 是不是扔馬寶 那次 鄭俊偉 好像是 但見到他 陳貨很一般 會不會是 熱出新鮮才來呢 我覺得 三號馬 還未夠水準 打算排一檔 看看他跑得如何 我見到陳貨還未夠 四條馬快狠盡 我其實上次說了一件事 就是馬其實是初起的 康拿的兒子 但上場馬爆個巨冷 輸給龍之心 龍之心之後也跑得很好 見到他 廟加輝也是追得不錯的 之後 見到他追下去是有勢的 不差 四班應該有能力 但上場馬的水準 我覺得有少少懷疑 今場用報紋 肯定會成為熱門 跟好位跑 不會留到那麼厚 我放回第五選 純粹因為我覺得上場水準 有少少懷疑 他要進步一點才行 五號馬 金槍沒事 上場初出是有追勢的 很明顯有追勢的 上場馬就輸給 不是剛才那場 不如跟大家看看 這個預勢 簡單一點 如果給我看的話 不知道什麼事 好煩 馬會網站 看見到現在 這隻是好運寶馬 金槍沒事在哪 金槍沒事在這 如勢很好地追上來 看見他是 應該是有能力的馬 但我覺得他還未夠 上場的第八名 時間偏慢地追上來 沒什麼說服力 所以我選不到他的頭五選 六個馬 幸運星球 Pariot仔短途馬 下線敗Street Sands 我想他跑來地會厲害 這隻馬 又是還未有血統簡平 看見他試襲 輸給歡樂自保 回到來 還未多很生 再之前 雖然贏貨集 在香港 那貨集 緊緊贏 不覺得很特別 我覺得他要再證明 多一點點 暫時來說 這隻馬可能有用 但暫時未夠 七六馬 楊江武是 CAPITALIST的兒子 我初頭想找一隻行頭 下次不是Dubawi 應該有些能力 看見他試襲不差 但是 慢時間回來 輸給隻新幹線分 新幹線分 來香港試襲不一般 再之前輸給隻幸運 遇見 不一般 我覺得是初起階段 但一隻早熟短途馬 我就先放回第三次 包含馬 前途光明 Segrees Force的兒子 剛剛排了第十名 輸了三個多馬 一堆馬近 還未有特別的表現 我想要減一下分 九個馬 鑽飛龍 是一隻不懂得贏的馬 任何加成 但這隻馬 明顯有能力 是斑頂馬 49分是好處的 最近是試襲 他有前速 但回到來不多 回到來有點停 我覺得他好像是 從體力為主 就好像狀態已經足夠了 就算狀態不足夠 熔天鹹馬狂 真的是一手馬配合而來 無論如何都要拖回他 修羅馬 異話不說 剛才想過找他走投 用巴道 這隻馬 對前面走好些 但上一場 留到包尾 追回來緊緊輸 所以上場的賽職 其實也是厲害 當然如果他贏了更加好 可惜他不放投 就會留後排十二檔 這次排了五檔 應該跟好位跑 可能會好些 但這隻馬就比較飄忽 不過是隨時能夠贏的馬 看看這次可不可以 被加州海哥吸進去 他守著玻璃 內蘭好位 所有馬羊羊大盜 12004也好 這個評分是好處 但這隻很難贏的馬 經常都是 追下去就差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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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次也是 都是邊線馬 我選一隻快狠準 沒有選他 我怕這隻馬留得太厚 紅運派賽 當然了 這個馬房的合作成功率很高 這隻馬房 即是奇練配搭 要拖腳 下雨會對 紅運派賽應該還未夠 減完兩分 下班好些 後面馬方面 如果補得出來的話 醒目勇區和第五寶寶 都能夠爭位置 兩隻馬都跑法類似 好了 看完實馬了 我覺得二話不說 和加州海哥 可以躲到單Q 腳方面 楊剛勇士 串飛龍 快狠準 好運寶馬 這些全部都要拖腳 甚至金槍沒事 所以不如這樣 一搭十搏 前指一對 回來算數吧 第三場 五帆千四米 這場馬馬用的步速 應該是正常的 因為中風一號 甚至是陈陽路 我想會正常挂 一欄馬馬上旺 排零十四檔 立即可以打消 但這個馬可以來 這場的運動 輸一場 1200米可能會好些 1200米還可以 但是當成問題 暫時覺得是五頓有用 在四頓還未知 但這指馬應該有點用 五頓有賣 但14檔難怪 二個馬給你多刑 跑了六场,减了13分给他,这只拍卖会马 我想这只马还未够,这只马 试习初试得很好,但真跑的时候不行 三号马幸运天赤,如果临场有一个湿地 刺泥地,会适合他跑,他就一只泥地马 12马,但1400马就不太到 1650马我都说了,他那条第四名是赚了回来的 不算很厉害,我暂时都画了1400马 但我担心到时下雨适合他跑 但会不会是第一个热,第二会不会是严长 我没有挖到贴士,但这只马 我边线马,边线脚会拖回 四个马有型有福,根本他是一只超斑马 第二,他跑泥地是很棒的,贵来也赢了 田祖1400马,自己放回来,这次也有类似的形势 而且这次有点湿地,他跑了1200马 1650马,不够气,1400马就够了 还要跑泥地,所以我找他走投,觉得比较合理 五号马,竞春天下,十级而上 打完第六名,跑第四,跑第三 刚刚受制于一个慢步速,就输了 他就完全追不到前面那些马 同时,美大新星是追上来的 所以两只马都是脚来的 我觉得美大新星和竞春天下 两只马都是一只五班可以随时争的马 但不是那些马胆来的,随时走样的马 六号马东风一后解释不到为什么他会赢到那一场 是完全解释不到的 那场很慢时间,之后是完全没得过的马 近况,我觉得那只马也有点矩了 所以选不到他 七号马,大龙心,用到暴文 用谁都好,我经常说这只马是随时来的 其实上季42分打算输完才下班才用 结果是赢的 47分又赢了,然后一减,减到33分 现在是非常好处 刚刚试过杂,重化杂 很轻松地,我其实不觉得他有点考验 因为前面那只马走掉了 他很轻松地走上来 我觉得那只马的状态是在 要赢的就是这只马,肯定有班 八号马,新威王,黎超星,马皇,十三档 我估计到时候都是那些 偏大七六折变匹来的 他通常不拼马就会这样 跟前了不行,留着少少跑也不行 我觉得那只马的状态不好 然后又是排外档,全程三四跌 流到到包尾,应该追不及了 九号马,美尼新星,用巴道没问题 贵代也有两个位置 两个位置,两个第四名 跑,也有第五名 在五班当然是好处 随时肯追到的马,塞地也OK 但是是边线马 十号马这只全程路通 上场跑到第五名,也不是输得很远 但是上场是慢步速 但是我仍然坚持一样 我觉得它是一只泥地马 泥地比较高一点的马 试泥铁尺试得很好 那会不会将星期六有语 试泥地帮助他 不排除这个可能性 但是计算马 我觉得最多是四重才能一票的马 十号马开心再来 加了个眼罩之后 上场是比较高的 但是我要想一样 会不会上场是真的一个地 适合他跑 而且他和乘客一起追上来 他的势力很好 看起码肯追 而且时间也很快 他在楼杜洛鲍追 他终于肯追马 终于看到这些东西了 他五班肯定超 但我之前也说了很多次 买这只马回来的时候 是想着他会继续进步 是会比较高一点的 结果来到香港 是没有什么比较高 之前是从仰为主 可以保持到一千磅 现在越来越成长了 这只马已经开始来 下线是Sell Kirk 湿地特街 唯一一样东西 就是因为他排十一档 和何栋鱼没有骑到 我没有放在贴士 没有放在第一选 就是因为你的原因 但是跑这个路程一定更适合 十二号马 怪兽豪杰 一只展示的 并未得过 未叻过的马 我想暂时都真的选不到他 他要进步一点才行 十三号马 请让路 我没有放在贴士上 因为我始终觉得他之前的两场 第二名 都是赚了万步足 这场马未必有很慢的捕捉 就算很慢捕捉 赚了也未必过得到 有形有幅吧 我暂时觉得这只马 你是四龙彩脚 但是我排序上 就是一只幸运天赤 一只美丽新星之后 十四号马 敬德鱼 试集经常试得很好 整天都试得好 但是来到香港跑十一次 全部都输了 一月之后 没有再跑大 有试集 赢的 整天都试泥集赢的 就是等他跑来地 但是呢 我觉得他赢了肥仔猩猩 我也不觉得很特别 肥仔猩猩就是欺斯杰作 买的好马 回来变成这样 多利多 还有飞马好位都未得 好了 说完马之后 我觉得 马上往是输的当 幸运天赤是一当 但是 怕他过热 所以我选马 也是选一只放头马 有形有幅 可心再来 这次排上一档 用周进流传楼包尾 最后到幸福至上 跑 我又会觉得 这两只马 比较可取 但是要赢完 就是大红心 因为这只马明显进步了 不过近方方面 当然是竞进五天下 可靠一点 再计算下去 未来新星 幸运天赤 全程路通 请让路 我会觉得是边线 四重採脚 好了 去到第四场 不惊不觉 三万千二米 好似一只马赢狗 捕捉方面应该会快 估计是 白心之威应该留不住 这个马金池先 由头到尾都知道 这是大超斑马 上次只剩下两倍 没问题 没什么可以赌 就是赌Q 以及赌新龙彩 上次也有九百多元 我都猜不到 但是 怎样都可以 对手真的弱 而且明显大超斑 最近 在操练上 看见他更辣 所以 这马还有得进展 二路马 中环万里 湿地突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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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状态 状态初起 贯注力未够 但是 教到他 Bjorn Baker转了马房之后 Kris Waller转出去 看见很明显 教了他 就是一口去和你跑 和你跑百米 之后 拉斯回来捱 如果临场看到很大雨 和利前置 这马一定要选 試个块 因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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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这样因为 就是一口去和你跑了 他 ate很多 他习惯了这也是 如果liner马 prioritize 你跟那一场正式比特突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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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突 laying mahdoll 所以沒有放到貼士上 但頭署上也是要兼顧的 馬肥仔星星 喜偉心也不跑 換了潘明輝 我講了很多很多很多次 他模式仍然未得 潘頓和他試過 是一隻很懶的馬 他一出來 前速快回來是收工 但我講了幾次 他是賺了萬步速才行 他不是一隻千二馬 是千四千六馬 還有他留著來跑 不要再放頭 不過說極也說不聽 也不知道搞什麼 沒有運氣過 五毛馬八心之威 首先是一隻谷草馬 69分也嚴朗 我想要減回65分留下 季初68分贏馬很頂 他是 跑回運氣 現在明顯是減分期 六毛馬歐洲傳奇 上場初出我已經有選 也解釋為何選 輸給黃黃神駒 沒辦法 那天我拼了 一隻黃黃神駒 十三檔追不及 結果那隻馬真的是大超班 放到回來 我回到來 就 那隻美尼 在後頂住 我有那些 勇敢夢想 那些 移境力 那些 但回到來 他放到回來 又捱到尾 這隻馬應該也威脅不到金池 但有權可以爭 七路馬 這隻是海船時光 上場就跑了第三名 上場的第三名 是厲害的 在一個 不是特別好追的情況下 看到前置馬回來了 他是追了第三名 而且他有勢 為何想大家看看呢 因為想看一隻順勢贏 跟大家看看順勢贏的勢 在這裏 這隻叫做海船時光 打下去 裡面那隻 旗都很重要 滑身八戰 順勢贏 追上來 順勢贏 回來了狀態 這隻馬 海船時光 可以再進步的 跑到七檔 看看他可不可以 英雄的檔位好過歐洲傳奇 而可以先去到終點 披士馬 巴馬常跑得 我之前也說過一件事 就是 這隻馬在外地叫 兩次跑大爛地 他輸給Elkington Road Elkington Road 我之後跑的群組 跑得很好 但我仍然擔心 雖然他在Flammington 跑了一場三歲 Benchmark 64 三班完全沒有問題 但我有少少輕微 擔心會不會 就是一隻濕地馬 來到香港之後 有些試襲 我不覺得很好 最近看到他 我進場看他的試襲 我覺得很一般 騎得很重要 我覺得他初起未夠水準 一隻三班應該有能力 贏馬 但三歲仔給他一點時間 九個馬 一隻是青森 在減分 這隻不是很厲害的馬 還要縮程 嚴短的 我想要減分 十個馬 布里如鋒 Foxrash 在濕地特街 來到香港 曾經跑過第二名 那個第二名也很厲害 上場初大眼 跑谷草 放頭回來 不多 而是輸給一些強手 沒辦法 敵愛心太強了 所以 輸得很合理 他贏了一隻馬 叫做喜連勇敢 連勇敢之後 也會贏馬 他放頭急了 我再給他一次機會 我會放回去 第五選 覺得他能守住好位置 跟前一點跑可以賺 十一號馬 九運 葉左行馬防刺 有馬配合而來 雖然他下班會好些 但初出那場第四名 其實不差 剛剛那場就抹了他 狀態 其實他初起 應該已經夠爭位置的水準 我認為評分也有優勢 十二號馬 金莊令 一隻很明顯是沒有評分優勢的馬 他只是在谷草欺下人 填草 跑千、二千、四 也應該下四班才好 差一分 後面的馬方面 是幸運旅程 如果補得出來的話 如果手都好當就要選他 否則難一點 看完小馬 金池應該要穩膽 腳方面 海旋時光 歐洲全棋很明顯一對 比其他馬厲害 第五場 四班千四米 這場馬的步速都頗關鍵 因為看一隻上教 無敵勇士特 放得如何 這個馬有緣人先 潘頓跑 好像很有責任 要幫蔡寒 輸的馬也要騎 上季他雖然用潘頓贏過馬 但那時候銳了很多 現在第二場復出 我覺得他的狀態還未夠 所以我真的選不到他 二個馬是閃得快的 一隻很難贏的馬 不懂得贏的 但轉馬房之前 也有一半的上名率 但今年跑了四個位置 上場有少許走樣 但跑千四米 這馬也會爆 以及濕地突街 無論如何都會拖 希望手好位跑 不要留到那麼後 三號馬 金發銀發 你看到他上場贏馬 也挺輕鬆的 15倍 贏金股齊星 早就用他 早就用他 早就兇了 之前也說過 他有四班材料 所以我覺得這隻馬 是特別厲害的 所以放回第二選 因為我覺得有隻馬比他厲害 四個馬 喜報為家 人們在笑 上場追到第三名 回來輸給寶麗生輝 和刀寧勇士 刀寧勇士 刀寧勇士比他厲害 很明顯 但最後兩百米 也過了他 寶麗生輝是賺了 萬步速 他也是稀稀的 但在這組裡 都可以欠四重彩腳 但是要進步一點才行 上場不是很厲害的 五號馬 這隻刀寧勇士 是這個分 好處 第二 他根本有1600米氣量 所以跑速程雷 1400米 濕地是沒有問題 上場在一個 不能追的情況之下 跑得非常好 我之前也說過 1650不是很高 1400米是突出的 所以上場當然有選 這次我仍然會選他 放下去第四選 六號馬 這隻喜奧龍 我是因為報名期才害怕 因為這隻馬 忍著來爆一段 可能會有不同的發揮 因為1650米 都是稍稍嚴長 但來到香港之後 跑15次 只有三個位置 並沒有連貫秒燃 有少少擔心他會不會走樣 所以我貼士上一定不選 但頭駐四龍彩 馬鐵 一定會拖票 這隻馬 這個評分是有好處的 七號馬 阻智勇區 一排14檔 是這件事可害他 但我轉馬房之後 都說了一件事 我的馬明顯好 我是說 在所謂的沿道 看到他已經好 再去到阿P 更加好 評分有優勢 所以這場馬 8.2倍 我都照提供 我怕他追不及 跑得好些 其實又有Q 沒辦法 被人走 還有慢補束 你看到 剛剛上一場 也是包未追上 不差 但又是輸了一個很難追的偏差 只有他追到 這次用霸道 換一換人 鬥志非常鮮明 所以我覺得這隻馬很貴銳 放到第三選 怕追不及 8號馬 廣臨複將 羅富全馬房 師爪的時候也很不一樣 但上一場我都傻傻地選他 把他追一段 因為對手差 結果回來也不行 我想我暫時放在哪一邊 這隻馬 等他近一點再說 9號馬 清智精英 之前很健康 最麻煩的就是 剛才在做初選的時候 我想 熔天排馬房有馬 配合而來 52分 但在幾個星期前 跑在同一路程中減分 雖然排14檔 近況真的不太好 減不到他 10號馬 赤兔猴王 為何找他走投 這是Show you think的兒子 初出那場馬 千賤猴王說 嚴短 還要用中逸力32倍 這場馬 黑森哥後再贏 多多配合再贏 你看看他的追勢 在外面 輕描淡寫 住在彎位的時候 我記得他是篩了出去 完全控制不到馬 你看看他 在這裏 直路 在這裏 在前面 放頭 外閃得緊要 不會轉彎 你看 篩了出去 以為完 以為搞定 但誰知道 你看到直路的時候 再偏離去 讓他在內裏做組裝 看著 激光天下 被他夾一夾 回去還有 現在還沒有平衡 還沒有平衡 還要 再拉開一點 好 完成了 打到沒有 還未打到 還未拿到平衡 好立落的 阿忠逸力 他搞不定馬 主要他自己控制不到馬 但打下去 有 打下去有 有回 聽到嗎 很輕鬆地跑近 所以我只是搏他 擺明是要長一點路程 他跑完後 時必飛飛 時必飛飛之後 也能夠跑得好 我搏這次更成好一點 守住好位 有遮擋 他可能會跑得舒服一點 可以贏 可以贏 然後 無敵勇士 上次跑過第四名 我都說他很明顯有進展 以前以為是中距離馬 但原來跑一千米 直突街 跑千米 就最好 跑千米 我有少少不太順 上場回來 他有少少小 但他都是輸給阻智勇 阻智勇 他都可以贏 所以抹了阻智勇 他只是跑了 起步 和勝利神驅 合夥更勁 在這個班 沒有了報民 還要排十三檔 我選不到他 十二馬 超郎中 排了一檔 韋達馬房 上場 一堆馬近 都不特別 上場是慢步速前置 當然還要單Q 正式明區 我都說是前置很好賺 結果真的被他賺到尾 在這裏 我覺得難了 除非一檔很慢步速 讓他賺到尾 但有個上轎 上轎明顯不到 千四米 但怎樣都會快 他的前速 所以我想應該幫不了手 超郎中要找慢步速 十四號馬 擇升光輝 輸了今場 再拿一班 跑回到千六千塊 跑千四米 嚴短 四班不夠跑 保利生輝 補出來也沒用 上轎 他不能賺 聖酒之光 補出來也不可以 看完小馬 如果被我選擇 我會選擇 我會賭WINPLAY 這隻馬是很有能力 當他是 昨晚那隻狼奇仔 會進步的 這隻馬很貴 80萬伊領 應該是一隻 會有用的馬 其他腳方面 喜帆維加 都令勇士 排在外檔 但不能不選擇他 還有直阻止勇居 排在外檔 閃得快 可以偷到計 看看臨場的首映 但是WINPLAY對象 都是赤刀後往的 第六場 四班千八米 這場馬 有很多都沒有證明過氣量 步速方面是關鍵 因為見不到很快的馬 會不會是一場萬鬥慢的步速賽事 因為馬包裝旋風 看到他神科 一落斑 繼續用田丹干 上場跑完之後 田丹干說 登城會有賣贏 三班都沒有問題 這隻馬最麻煩的是 不掌肉 看他的樣子不像輕 小顆 但是他逐漸逐漸變好 我覺得他還差一場 但他是一隻大長途馬 2000打上馬 應該有分手 我先把他走剛才 濕地會OK 不會很熱 我想這隻馬 也有八、九倍 當然一注哪一匹就足夠了 二號馬 吹風企足 那場第三名 我真的解釋不到 那場馬人氣我取得很厲害 在內蘭攝上來 慢時間 他跑回底質 馬炸 簡單解釋 122倍爆胎 這次難一點 三號馬 喜勝威龍 這是彎轉流的兒子 我之前說了很多次 下四班一定可以 他在外地 在1600米 都會贏馬 是Breadmark 64 在Sanddown 所以在香港 三班馬 來到香港之後 跑八次兩個位置 越來越近 但是都是慢時間 但是我經常覺得 這隻馬 留著來跑會比較好 溫傳達通常是短途總 但這隻看起來 好像可以跑到1600 記住 留著來跑 會很適合 這隻馬 其實有權 看他進步得如何 四號馬 鑽石複星 排小一檔 谷草馬 他田草難一點 五號馬 金得二 用布文 布文連續兩次 跑到1600 都是輸得不遠 這隻馬 我之前說過 從1200上1600 我說增程會更加適合 上場跑1800 就追下去 一堆馬近 所以 那場馬 鬥下去鬥輸 輸了一點氣量 這次跑到1800 有了一次路程經驗 我想會好一點 但有位置馬 六號馬 金匠飛墳近方 一般地 1800 好像有少許吃力 覺得有少許嚴長 下次買整天的馬 扣著紐西蘭馬 濕地沒有問題 只是經驗路程 評分現在是好處 但近方一般地 七號馬 慶高采烈 一定追一段近 濕地是特加 慶祝的兒子 那裡51分 贏馬 現在去到51分 跑到1800 更加適合 但追下去的位置馬 只限於拖腳 既然拖腳 不如選擇冷少許的馬 我沒有選擇他 後駐四龍彩 大彩池 拖回票 大燈殿 這隻很小顆的馬 明顯狀態是粗起了 上場包尾 追下去 一堆馬 剛才說了 給大家看看魚細 因為有幾隻馬 好 大燈殿 現在在這裡 大燈殿 在哪裡 大燈殿 在哪裡 這隻不是大燈殿 大燈殿 在內蘭 大燈殿在內蘭 打下去 他本身應該想偷雞 結果偷不到雞 但全裁追上來很厲害 魚細也很強 所以這個原因 我只會選大燈殿 和全裁 兩隻馬 都是大場圖馬 濕地突階的馬 我不特別說全裁 因為 是十四檔 忍著幫你爆斷 他也是 葉昌和馬防 全手馬配合而來 才是鬥志鮮明 擋二千尾跑 他會有好處 機械戰士 神科OK 陣上不OK 馬好像有些轉變 一向都懶得來 但懶得來 現在還沒有勢 好像不想跑 所以我覺得 等他再近一點 獸馬昆仲猴王 Cbring的兒子 這隻猴王 也是下線的馬 是Northern Media 在外地 本身 這隻馬 擺明被人贏 很差的 四班鳥 最多 贏的賽事 很頑皮 打眼罩 當時是大摩煉的 不知花了多少錢去買 這隻馬 還沒得 再減一下分 這隻本身都不厲害 首個馬超脆 又是菊草馬 第二 就是很難贏的馬 我想我會等他試襲 再等他回到菊草 跑回到1650米 或者1800米 12號馬 帝豪大師 落五班 又惡到暈 現在四班 他不夠跑 四班跑菊草 就可以了 跑田草不夠跑 所以這個原因 我寧願等他減一下分 貴代交代了兩場 上場有點走樣 他就是因為田草不夠跑 田草要跑五班 就是這麼簡單 跑田草 我始終會跑1800米 所以菊草可能2200米 忍著一段跑會可以 十三號馬 不說 十四號馬 這隻龍船快 落五班 在四班不夠跑 不知道為什麼 主要贏菊草五班 是1800米 下線雖然是See the Stars 但是他來到香港 暫時我覺得 在1800米 未必是很長的 能力方面 落一班會好些 後面馬方面 電訊奔炮 常常都接近 補出來一定要選擇 塞地 厲害的 閃耳威龍還沒得 看完小馬 我勘選一隻包裝旋風 因為落班 我覺得還差一場 腳方面很多 大燈電 喜勝威龍 全裁 金德爾 帝毫大師 慶高采烈 這些都是腳 甚至全裁 我覺得全裁 全裁是可以贏的 十四檔難搞了 真不好意思太吵 裝修了很多天 我都煩死了 過去半年都是這樣 這場馬 盡量輕手一點 不要花太多時間 第七場 這個是四班千四米 剛才都說過 為什麼我會選擇 順勢贏 而這場馬 步速方面 我想會正常 未必是特別快 看看紅中列馬 會不會搶在前面 因為我買了一隻 順勢贏 不讓潘明輝 不用大師傅 只是想換賠率 上一場的千二米 有勢說了 金管 我經常都覺得這隻馬 第一 第二 它是做好 而且上一場馬 可以肯追馬 我不再看重播 這場馬 我猜不會留著跑 我猜它跟好位跑 會有個轉變 濕地特階的馬 到來四班 還要搞了五磅 我覺得 要看看陳嘉喜 會不會亂來 會不會像昨晚那隻 村寮首區 會不會找錯法力點 如果今場 找對法力點 有權贏馬 二號馬 進城寶區 這隻馬 我之前說過 是四班鳥 不厲害 但我看到神科 看到一件事轉變了 剛剛 他拍的喜愛線 總之看到他這隻馬 是有些改善的 但我仍然覺得他還未夠 他贏 不是贏 他跑那場第三人 一千米直路 爆大冷那場 對手實在太弱了 慢時間 慢得很厲害 是要的 輸給疑心聲 加英精神 版型超音鼠 但他是賺了 所以我不覺得很特別 三號馬 這隻是金鼓齊明 擺明是活搏 想搏到贏為止 但他就是不懂得贏 就是不懂得出頭 一鬥都會輸 萬步速又輸 快步速又輸 會不會是嚴短 其實 香港馬了六次 五個位置 很準的馬 跑千世米 當然是好過千二米 用到潘頓 用回潘頓 希望會有進步 熱門 應該是大熱門 既然我預算是大熱門 不如打他跑第二 四個馬 名門望足 濕地 很好的巴西馬 他來到香港後 下班後 越來越近 剛剛跑過第四名 但那場馬第四名 是一個慢時間 很慢 很慢 他這樣蝕回來 輸給二話不說 一個馬位 很幸運 我有點擔心 會近 四四五五 所以我沒有放到貼紙上 五號馬 天為非天 始終是一隻不厲害的馬 雖然會贏馬 一圈五匹 很準的馬 但我一直以為 上線就是能力 下線就是望足 我以為跑千八二千會好些 但這隻馬反而沒有增情 沒有像狗狗為王 狗狗為公一樣 去增情 我不喜歡這件 我繼續跑千四米 我寧願不要他 我寧願薄他不在這 那些馬 老馬是黃腳立 這隻很準成的馬 但就是不懂得贏 來到香港 只是初出那場 沒有前四名 之後 跑了八個位置 很準的 但嚴重是五十三分 明顯告訴你 能力上不強 但會近 十四檔很難跑 這場跟前或後跑 要猜 可責要 不會放頭吧 放頭就走三碟 留到後包尾 追不及 七浩馬海參紅 雖於星的兒子 中距離沒問題 初出 黎超星馬房 B1 剛剛試襲 很後回來 還未夠 這隻馬明顯的狀態還未夠 要跑一下才行 在之前試襲也很後 我猜 暫時還未可以 把我馬發財大師 Fastner Rock的兒子 下線就敗 C the start 也預計是中距離馬 上場明顯狀態不夠之下 輸給線路神華 那場馬的步速算是正常 不是特別快 輸給熊運泰斗 但他能夠拍著一絕 一絕就明顯在裡面 他又小小的 最大的碟 但他回來後 勢頭是不錯的 有什麼事呢 好 這裡是最近鏡頭的 這裡 一絕衝得比他好 我覺得 他有權進步 但是他需要進步 初出跑千四米 再跑千四米 嚴短 排十三檔 流後跑 我怕他追不及了 現在已經嚴短了 九個馬小翅彈 之前說到神貨 試襲是有勢的 他是有萬勁的馬 剛剛排十二檔 是輸了外檔 回來後 他明顯是輸了 萬步速 但是他的勢力非常之好 非常之好 我上次插局也有說 他是一隻有能力的馬 但是他怕他追不及 幾個真的追不及 但他的勢頭真的不錯 裡面有發財秘笈 和勝利之王 但是這次排了一檔 好跑很多 十號馬 一威力飛彈還沒得 十號馬 聖利之王 位置馬 三重仔四重仔拖一票馬 是這麼簡單 評分有優勢 能力上沒問題 串配備 希望這次跑得好些 但是拖腳而已 十二號馬 幸福人生 這隻是謙傳佛的仔 不是卓樂人生 看見他最近期 功夫不是特別 跑十次都沒得過 再減馬分 十三號馬 紅中列馬 馬房一貫守法 贏了馬 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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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去 十一檔 放出來 除非很理前置 否則難些 更放一般 前速也沒有了 十四號馬 生生生生 減一分落班會更好 但用王進 如果有冷門 上次只有四倍 在五班就很惡 僅僅鬥輸給別人 輸給真錦 沒辦法 但都可以贏到後面的馬 狀態很好 而且我經常說 這隻馬 不可以留得太後跑 守著六七五四至六位 早點看空走掉 是很好跑法 不可以後追 後追追不及 所以這次四檔 我覺得有冷味 當然下班會好些 但這個41分 隨時有爆過二三十倍 二三十倍 應該未必得 但是 可以爭到位置 這隻馬 後備馬方面 龍城強將和滿載龜雷 兩隻馬都不可以 看完細馬 一定要選金鼓齊星 一定是大熱門 但我覺得贏到他 就是盡量贏 看看陳家熙怎麼發揮 那些小刺蛋 聖利之王 山山聖聖 我覺得是腳 再邊線一點 天雷非天 明門望族 王腳立 發財大師 但我覺得 主要是 盡量贏 希望陳家熙發揮 好 答值金鼓提升 單Q 第八場 三班千四米 步速方面 看不到很快 而這場馬 我剛才說過 我預算是一個濕地 所以我找一隻 彩虹千里行頭 原因很簡單 就是 我來香港之前 也說過 濕地突佳 連那場 好地也贏得 剛剛起場排的十四檔 回來不是輸很遠的 第四名 所以步道威馬 超過龍珠 前置了少許的馬 其實他不差 但這次跑濕地 他跑高很多 勞虎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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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也不會冷的 五六倍 但我覺得這次是超過龍珠 二個馬 總理 一隻鬥志鮮明濕地 又是厲害的馬 由81分減了下來 現在這個分 開始有些反彈的空間 其實1,800米是嚴長的 1,600米也稍稍嚴長的 1,400米 1,400米 適合去跑 唯一一件事 就是他留得太厚 不過在這組裡 他的爆發力 有權爭Q為至Q 三號馬 烈鋒 贏完馬之後 好像一隻馬 沒了進步 停止了進步 70分贏完馬之後 暫時要等他減回 他贏得太誇張了吧 加上80分 現在就要減分 去回73分左右 70分左右才想 用加利不太像 四號馬 而春火力 選到武馬 勾敢選他下去 因為前一場 慢步速都能夠 但上一場 不知道為什麼 追下去不多 當然評分可能沒什麼優勢 但對手真的差 所以我勾敢買回第五選 武馬天天得樂 跑回田祖千四米 春風得意 全兄弟 長期健康 長期近 但在這個分 純粹三重彩 四重彩腳 我選到武馬 勾敢選擇 宜春火力 因為其他馬更差 邊線馬 跟總理一樣 看看發揮得如何 羅馬 龍藤飛翔 暫時是一千千二最好 濕地會厲害 但他千四米真的到不到 千六米肯定不到 看回血統 他說是一千至一千四 但他母親是短途馬 他的後半部一樣 一隻到一千五千六 大部份是一千至一千二馬 我暫時覺得這隻馬 評分沒有優勢 而且一千四 我有點擔心 當然何宰藥 其實葉粗銀馬 會否再拼 不排除 但我覺得好像比較難 邊線四重彩腳 好像金歌儀也是這樣 經常都是神科試襲得很好,陣上跑之前沒有,後追得很近,沒有特別威脅 長期都是這樣的,這些馬跟剛才那隻和騰非常一樣 應該都是純粹跑回方,跑回身體,有權近,但頭三選真的選不到他 八號馬合火紅心,這隻Star Spangler Banner的兒子PPG 贏了馬之後就轉了馬房,轉了馬房再贏一場,就像飛天劍一樣 贏完場馬之後就要減分,就下班,不斷下馬房 上場賽前其實試得不錯,真的試得好一點點,但會不會這麼快可以呢? 我覺得好像還未夠,要再減一下分才行 江龍珠上場都有特別說,或者馬不會那麼後追 初速那兩場都追得很好,千四不是非常適合 那些小子跑得濕地也對,所以我覺得這次應該是怎樣都會熱的 商場的第二名真的不差,在前面回來就輸給那隻暴打偉猛 但那場馬很明顯是理前置的,回到肥仔星星都散掉了,所以肉酸 但見到超哥龍珠上場的表現,這次不是稀威心 就用了潘頓,潘頓拿出來跑 鬥志不用懷疑,但這次未必贏了海洞昌龍 馬曉雄說過了,我一直都看死這隻馬是四班馬 三班以為會OK,會有一點進展,看見他的馬 以為OK,來得不錯,但真的沒有看死他 因為我之前也說了外國的模式,我為何不要他 就說是四班馬,三班未必會贏,交代不了我 所以這隻馬暫時來說,我覺得是減分程序 11號馬試跑得,濕地會OK 昂貴籃色的晚上是非常差的,之前也在谷草千言威 拍了第四名,我以為他是OK的,但其實沒有分離 不是上季在阿愛女建威的時候那麼好 現在正在沉緊,減完三分落班才算 應該在等到一局 12號馬這隻帳合,古東尼仍然肯保持,很奇怪 但我再說一次,之前的第三名是賺了萬部速 非常非常慢的,狀態根本還沒回到你 差兩分,減完那兩分落班,輸了這麼長 很狠狠地減完他 13號馬,金步跑來減分落班,還沒得到的 7號馬,對不起,上次玩來7名,14號馬,馬有運 明顯這隻馬是,我以為那個formal k 以為三班都會有馬贏,但來到香港進展 剛剛輸給那隻會贏,騎下去肯走,但還沒足夠 減完分落班就好一點 英之星後面說,如果被他撿了五、六檔以內 這隻馬是有權爭位置的,這隻馬已經平分有優勢了 好了,說來說去吧,剛才說了,我也說得很明顯 天天得樂,列風,總理,宜春火力,金歌兒,龍藤飛翔 那些全部都是邊線東西 真是一隊,草龍千里,搭一隻超過龍珠 這組很明顯有優勢 希望草龍千里贏到超過龍珠 起碼三班式贏馬 好了,到第九場了,二班千二米應該快得很厲害 這就是維港智能,緊張大師 會不會這次的緊張大師會頂住維港智能的外面呢 但如果計算近方方面,這兩隻馬真的配合得很厲害 一齊要選擇,但緊張大師排了一個三檔 會不會稍微留著來跑而幫到他呢 因為計算馬,在三班,群組三應該有贏的馬 應該都可以爭下的馬 但是,排了三檔,留著一點跑,會不會好呢 我不敢說 但維港智能,我怕他會被人燒 但緊張大師放到第五選,因為這個原因 我怕他好像上次那樣,但上次抹了他 上次跑包尾,完全前觸不夠,因為換了嘉莉 但這隻馬是很合理的 二馬必長勝,評分沒有優勢 講了很多次,自己限於拖腳 他留著來跑也行,跟前跑也行 因為他純粹跑個FIT字 他沒有評分優勢,只是限於拖三四重踩腳 長期拖住 三號馬落滿冠,用中逆禮本身是好 但明顯地贏完馬之後,評分浪了上去97分 他難了,可能要回90分以下才行 千二嫌短,跑1400 這對手太強了 四頭馬,家應精英,當尼地跑會OK 但實在當難跑,很多快馬 他應該如無意外,雖然馬房有馬配合而來 但近兩場跑得差也好,就算抹了他也好 之前兩場的水準,他前置內蘭回來 但是贏不到,在這組裡排外檔很難爭 奧馬勒維港智能,跟馬返一起在澳洲看馬 我聽到消息說 講到明就叫他不要跑得那麼密 盡量給他空間多一點,就會好一點 見到他連贏兩場也有透過一個月多一點 而剛剛那場贏得太輕鬆了 他贏包裝必勝,美麗,賓詩那些贏得太輕鬆了 120磅,加了多少分,加了10分給他 我經常都說,加10分是一個很尷尬的位置 加10分即是贏得遠,對手不太強 如果加11分以上即是超班,通常都是這樣 加10分,熱滿,肯定大熱 我寧願薄他,吸不住他 放不出,或者前段用得太快 回來輸好了,但也要放到第二選擇 六號馬,夢想成金 我都說他跑完千四米那場 之後他的馬就不同了 即是他們當時紅心壯志,跑完千四米之後 跑完千四米之後就想試一試 就可以跑一場經典一理賽 結果是不夠氣的 之後只贏得一場,那年93分 現在93分,但近方上不是最好的時候 當家精神,1000會不會比1200米還好呢 1200米還未贏,好像直奴才特別厲害 第二,他贏完馬之後的評分沒有優勢 那場贏馬,我都說他真的對手差勁 他只是跟你初出,跑回體力 贏完那場之後應該難再贏吧 我是這樣想,用賀明年跑1200米 他只是留著來包,很快捕捉 但我想他未必會幫到手 即是未必足夠其他馬跑 鮑馬順勢而非,剛剛贏了一場菊草 但他有一個泥地,之前也贏了菊草 但田草未得過,上季慢時間就可以了 但上一場也贏得挺辛苦的 有一點贏的贏,因為他前置馬是好處 所以我有一點擔心他過回來跑草地的能力 還有12檔,我選不到他 九號馬,東方飛影87分,減了2分 好像部署人減分,好像已經收了路 近幾場跑得很頑皮 好像沒有勢,沒有強勢 我覺得已經像是部署減分 十號馬超霸醒,贏馬那場 我曾經說過這隻馬在三班是兇的 這隻馬是有些能力的,馬防最高分的馬 而且這隻馬明顯是未見底 上場輸給一隻純勢而非 但他在劣勢之下鬥輸 上一場也很厲害 跑草地千二米,之前贏了一場 包美追上來贏2敬力 結出漢子王晨居 幾隻都是三班實力分子 王晨居錯了起步 但他能夠這樣贏,輕鬆地贏 這場馬很快的步速之下 排了二檔,我猜他不會留得這麼厚 可以偷到雞 因為近槍大仙和維廣戰爛可能會燒死 所以令到11號馬這隻的愛心 排了四檔,守住兩隻快馬後面的 Block Seat也好,二疊爭位也好 雖然他只是跑谷草棋家 但看到這隻馬是很有能力 下線是Harradasson 上線是Diffel,Supdy,Tagay 三歲仔,未見底馬 可以守好位跑 我猜他希望沒有跟前,守住四五位 被前面不斷扯 這隻馬可能會贏到馬 因為捕捉實力太快了 12號馬應該會幫到手 但我始終覺得他跑三班比較好 二班那場是偷渡雞 那場馬是偷渡雞 因為這隻馬前面放死了 這次也會放死了,不過 好似的愛心比他強很多 馬防是第二選擇,這隻旋風飛翼 我沒有放到Dips裡 因為我始終覺得緊張大師讓得起十幾磅 看看會不會前面放死 看完馬之後 大家都知道超霸性是拖腳 必詳性是拖腳 維港智能和緊張大師前面走 會不會大家一起賺到慢步速 我想是難一點吧 因為如果說慢步速的時候 你又不足夠那隻的愛心追 所以我還是想想想,的愛心應該不會大熱門 應該會有六七倍 我寧願找他走頭算數,賭一下Win Pay 上下寫孖寶 去到尾場 三班千六米 報速方面我看不到很快 可能是大紅袍快一點點 我想了一陣子 想要不要安仲 但想一想都沒有要到他 一號馬,開心寶貝 上場有點見底 真的是三班馬 上場大好形勢之下 騎下去是沒有的 可能因為綁重 輸給一隻飛馬英雄 沒辦法 輸給一隻情王 沒辦法 但他只是跑完 跟前都是越晉歡欣 他騎下去最後幾步是停的 沒什麼勢 明顯現在騎練合作是加強了 但很明顯是 評分沒有優勢之後 我放在第二選擇 希望他能夠追回Q 二號馬快薄 但前仗第三名是厲害的 受制於慢步速之後 追下去是OK的 但連續兩場都是一般的 那次增程是否OK 暫時千六米不是很好 之前曾經跑過第三名 但那時候是很快步速跟前 那時候比現在更好 究竟今場馬行不行 不排除可以捱到四龍彩腳 但我頭五選不到 三號馬連連行運 很多人有個理據 說以前的濕技特階 是以前的 但今年的狀態完全沒有 只看回以前的形狀 一加一等於二 但要看近期的形狀 近期真的一般 感覺上要減到70分 即是買月晉歡欣 Hotel Rent 我之前說過三班一定沒問題 當時叫朋友買 但我覺得三班馬來講有點嚴貴 很難上去 千四千六馬 千六是稍稍嚴長的 稍稍 因為是濕地的關係 他會追尋一段近的 追尋一段厲害的 但潘頓 其實高伯新的馬 熱門會怎樣 總有辦法跟你拘捕 已經幾次了 看看 如晉歡一常前 就是這樣 接著直路那場 精英至尊 類似的名字 就是這樣拘捕了 今次我預計他也是拘捕的 我希望他們拘捕 不如這樣說 因為我選了他 沒有選一塊薄的 純粹是保險 浪漫風彩 我覺得今年的澳洲 上年的澳洲 未必那麼可順 雖然他贏了一場 Senddown Guinea 未必那麼厲害 所以 Blue Army 當地的評語不錯 但我經常說 Mick Price肯賣 通常都要小心一點 結果暫時還未得住 要給多時間 路馬桃花雲 之前都說過 外地的形狀 真的要再進步 多一點才行 來到香港 越來越近 上場他都能夠拍住 那隻叫做 街覆區 回來的 看他如世 開身寶貝 就在他前面 所以我特別看一看 特別看他的 最後 開身寶貝 這裡 越晉歡欣 街覆區 裡面 那隻是桃花雲 桃花雲 追得到 越晉歡欣 就塞了 但什麼都好 塞不塞都好 勢都是越晉歡欣 好過他 開身寶貝 兩隻馬 這隻馬 四隻馬都在 開身寶貝 越晉歡欣 街覆區 和桃花雲 這次四隻馬 我都照選他 我覺得四隻馬 都在這裏 是惡的近方好的馬 七龍馬大雄普 要跑1400好一點 1600米 好像有少少 靠賺 而贏完馬之後 平分沒什麼優勢 濕地特加的馬 但好像就 難了 現在贏完馬之後 平分浪了上去 我怕要減少少少分 十二代也難跑 看看能不能夠按得很慢 鮑魚馬 隱形翅膀 我之前說過 他加下午會好一點 結果連續生命上名 今季的方不太好 有兩個位置 很鬥智鮮明的馬主 馬房 馬房 應該是有首映的 有一些冷位置 這隻馬 不排除過冷位置 不過近期的市集 我覺得很一般 好像沒有了個角度的興趣 少少排十三檔 落到六包 就去輸 九龍馬 安仲fit的馬 上場在馬群 穿插上來跑 第八名 其實不失禮 有少少濕地 跑千百米 不過我經常覺得這隻馬 好像不太喜歡在內蘭娟 我經常都這樣覺得 不是很喜歡在內蘭娟 他好像特別是在馬林內蘭娟 特別厲害 這場又是人馬 人馬 他排在內蘭娟 回來也是在內蘭娟 他好像看見那條蘭特別開心 看今次能不能捐到內蘭 排五 當中潘明輝 希望他繼續減分 但馬有狀態 大賽時要拖 十一號馬 領頭先鋸 還未得 雖然很明顯 馬房有馬配合而來 但好像減馬分比較好 十一號馬 這是飛馬英雄 上場明明是想拖你 騎法明是想拖你 不知為何 可以迫近到一隻晴王 還要先走掉 這次會不會有進步表現 不排除因為濕地會好 但跑六場只有一個位置 而且很飄忽表現 我擔心他這次還是比較難 我沒有放在貼紙上 但如果投著馬T 四龍賽會不會拖 十二號馬街覆區 之前的第三名也不錯 連續兩場也是跑到第六名 但其實也不差 剛剛第六名 受制於萬捕捉 拍馬回來 如是不錯 這次跑濕地也幫到手 希望能夠進步 十三號馬 楊明天空 在初出之前也說了一件事 這隻馬肯定是嚴短的 12004 要增程 現在終於行增程 濕地完全沒有問題 是完全沒有問題 剛剛跑到2100 這隻馬 根本是長途馬來的 中長距離馬 剛剛初上三班 正常捕捉 正常捕捉之下 他排了五檔 太厚 前面的馬就賺了 算是偏慢捕捉 如是好的 根本這隻馬 應該越長越好的 第二 他狀態一早已經做好了 看他回來了 被人走得了 天天得落 看著第三名已經收了 但如是不錯 在這組裡可以爭一下 不排除就贏了 14號馬 聰明導彈說了很多次 轉馬房之前都說三班是惡 但轉了馬房之後 不知道為什麼上櫃子贏了1650米 根本是12004 贏完馬之後 下了一分 差一分 下了一分 下班才倒 馬房很適用 做這些事情 美麗歡聲 跑到1600米 難一點吧 難一點吧 我覺得 這隻 不得不得的 香港跑六次還沒得過 我想給點時間 下班才算 看完細馬 開心寶貝 腳 快 四重採腳 月晉 寬 十四檔 腳 桃花雲 七檔 安仲 五檔 街覆區 也是腳 那麼多隻腳 開心寶貝 是最合得住的 但怕綁重 沒有分 差了 楊明天通 我覺得他可以進步 而且賠率應該挺可觀的 好 講講練馬師分場表 蔡漢 馬房 全日最好應該是金慈 贏得 的愛心 有權爭 其他馬都純粹 遙本輝馬房 楊光勇士拖腳 金創靈 還有一隻上教諾斑 三星勝勝 諾斑會好些 但可以有權爭位置 總理 邊線馬 金創靈也是 羅虎全馬房 楊陽大道 四龍彩腳 海玄士剛有位置馬 蔡漢千里贏得 其他馬都難些 要不要勝馬房 開心再來這隻馬 我不排除 今次會好些 但真的看到上場表現 他是肯追 不過是慢時間 慢捕捉地追 但今次會不會再進步一些 我會特別留意他走勢 閃得快的位置 帝劉大師邊線 金鼓齊羽聲 膽 但不會倒邊批 維港士難 怕被人燒 怕被人頂住 他有權贏 高董尼馬房 赤刀後王可以贏 桃花雲 邊線馬 其他 加州海德國也有權贏 方家伯馬房 我想包裝旋風 純常有餘 靠近方和評分 有少少微利的馬 其他馬都低少少 你只會起我路口 4-5-6場 李劉威馬房 金槍沒有四龍彩 要拖腳 馬上王 輸他我當 歐洲傳奇位置 金髮銀髮可以贏 黃腳立 龍船快 沒有什麼評分 特別好優勢 我覺得是拖腳 楊文天空 威哥實馬不錯 五銀子馬房 有四隻 帕財大師 邊線馬 馬有魂 未夠 佐治勇區 蕩瑞為止 文家良馬房 29場 贏多於希斯四場 嚇死未 聯朗之星 必長勝 其他 偉達馬房 廠高峰 是邊線馬 疑尊火力 也是邊線馬 其他我都看低一點 可賢馬房 這隻是順勢型贏得的 但登殿是邊線馬 快肯準 位置馬 快薄 位置馬 蘇偉馬房 五隻 最好是喜愛善 和安仲 其他要減分 希斯馬房 耀力之城 邊線 競轉天下位置 肥仔星星 應該比他常跑得 但仍然操不起 喜勝威龍 我覺得是一隻 要拖的馬 近昌大師 邊線馬 我怕他 放死了 黎超星 馬房 三位王 操不起 喜寶維加 和開心寶貝 比較好 容天鵬馬房 合金之星 和轉飛龍 兩隻馬 近方不輸 很銳大志 有些分的馬 只是拖腳 玻璃如風位置 超過龍珠 有權爭勝的馬 其他馬都敏水 丁冠浩馬房 請讓路是位置 街福區和明門王 逐都可以爭爭位置 葉昌馬房 紅奴巨星 一定會和你跑 盡跑 邊線馬 二話不說 有權爭 兩隻王牌馬 有些冷味的馬 九韻是位置 全財位置 超霸勝位置 葉昌大師 有手馬配合而來 鄭中美馬房 龍之威 平均升升低一點 雜星光輝樂斑 威力飛彈未得 有人有一幅比較好一點 賀良馬房 很有趣 我一說話的時候 可不可以在這裡轉 轉多久呢 而賀良馬房方面 好雲波馬是邊線馬 天天得樂是位置馬 曲霸心馬房 真敢 其實是有權贏的 但太飄忽了 我寧願拖腳 都靈勇士 當不太好 威智 威智 勝利之為也是位置馬 除以石馬房 那四隻馬 我想是極飛馬英雄 我建議拖腳 其他馬都不太好 除非有大理前置偏差 被極德魚放到尾 妙利得馬房 那四隻 我猜是金德爾 和小刺蛋 要拖 金哥兒四重彩腳 為何一堆 我建議 為何一堆 魁達彩 我建議 做一堆 李姆 狼